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父赐福于我们 我父饶恕我们的罪过 而且不再记着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天父上帝 是多么多么的好啊 在这凌晨 我们渴慕成为崭新的新人 我们来找到主 我们渴慕脱离一切的贫穷 成为有福气的人 我们渴慕疾病得以医治 获得健康 我们渴慕我们的儿女 能成为孝子 主啊 我们渴慕主的话语 我们来找到主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主啊 我父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 是多么多么的好呢 求主赐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顺从遵守于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的内心聆听主的声音 主啊 我们相信在这凌晨 主赐福于我们 主帮助我们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在座的各位 在这世上 只有上帝 是能让大家和我有好的祝福的 甚至大家和我 我们自己都会害了自己 那么作为父母呢 父母也会把罪恶和灾害 留给儿女 唯独 上帝的恩惠 和上帝的怜悯 是帮助我们 赐福于我们的 那么作为父母呢 依靠上帝的恩惠 依靠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能把好的祝福 留给儿女啊 在座的各位 在这凌晨 我们的天父上帝 是帮助我们的 每个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这是非常庞大的允许啊 我们一起找一下 神明节八章二到三节 在座的各位 我们不知不觉中 就傲慢 骄傲 自高自大 自以为什么都明白 这时候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就会出事 就是说 因为我的罪恶 导致眼前遇到了困难 而我们反而却 抱怨和破口大骂了 神明节八章二到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 你的神 在旷野 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恳守他的诫命不肯 他苦练你 认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 所不认识的玛拿 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阿们 那么我再来读一遍 你也要纪念 耶和华你的神 耶和华神 是全能者 住在我的生死 那么四十年以来呢 这就是出埃及事件了 我们的人生四十年的话 这大部分人生就已经是度过了一半了 那么旷野是什么样的地方啊 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 我们要纪念 上帝引导我们这十十年 我们人生 就如同客旅一般呀 所以我们人总是爱出门旅游 有些人说 哎呀我要盖一个房子 这房子我要住一辈子 这就是很幼稚啊 就是很无知不懂啊 这栋房子里我能活一辈子吗 无论是谁 都是活得短暂的 而且在一个房子里 待不了很长时间 要么就搬家 要么就把这个房子又卖了 因为我们人生如同客旅一般 我们总是要在行走 在路上 我们不可能很长久啊 所以在韩国呢 有句俗话说 房子呢要买 那船要自己造一艘船 这虽然是我们的祖先说的话 其实这真的是因为 符合圣经的话语啊 我们在这世上 如同客旅一般 我们都没有稳定的住所 有一个人盖了很好的房子 比如说他盖房子的时候是想着 我要这辈子在这里生活 结果呢没过三年 就会出一些事 很多人说盖好房子之后 这三年如果平安的话 已经是万幸中的大幸了 我们人生路 上帝是在提醒我们 在这世上我们的人生 仅仅是短暂的是客旅一般的 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 上帝引导我去哪里 我就要遵守 越是把自己的房子装修得越好的 那卖的 卖的几率就越高 本来以为这栋房子 我买的时候 是要让自己好好住着 想在这里享受一番 但是我却不能生活在这个房子里 我反而要总是出差在外边 或者是在别的地方生活 这就是上帝在提醒我们 我们在这世上仅仅是客旅一般的 我们的灵魂的去处是 永生的天国 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救赎 信靠耶稣基督就要认罪悔改啊 那么在这世上 我们仅仅是短暂的 而且是客旅一般的人生啊 所以不停地要再行走 在路上 不能停留在一处啊 客旅一般的人生 有时候也会进一个婚宴的家里 那参加婚宴之后 还要出门继续行走 所以我们没有 我们的人生就是 一定是要不停地在路上行走的 那行走是为了我的灵魂 能得救赎去天国 我们行走在路上 是去天国的途中 信靠耶稣基督真诚地认罪悔改 为的是灵魂得救赎 行走在去天国的路上啊 当然了不信主 不信耶稣基督不悔改的话 那就没办法去天国了 反而是拥火的地狱了 在我们小时候 战争的年代 我们 我都觉得很兴奋 就无论是怎么 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 只要能出门 只要能行走在外边 就觉得很兴奋很好 所以大家知道 客旅 就像旅行者一样 一直在行走在路上 那行走在路上的人 有行李 反而是个负担 而在这世上 我们为什么追求那么多呢 又是追求钱 名誉 权利 总是想要一些 虚无的东西 这世上的一切 都不是我的财富 也不是我的财产 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财产 是上帝的话语 我顺从了主的话语 才能成为我的财富与财产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五十六节呀 希伯来诗九章二十七节 我们所有的人 都会面对死亡 那么死亡之后呢 面对上帝的审判台 我们都有上帝的审判 那么这时候 我们要怎样面对主呢 我活着的时候 有好几个房地产 没有用的 我活着的时候 我是怎么遵守了上帝的话语 我到底顺从了哪句话语 我是怎么遵守了主的道的 这一切才是我的财富啊 在族的各位 第二节 要知道 你心内如何 啃守他的诫命不肯 上帝苦练了我 试验我 为的是 要知道我的心内如何 啃守他的诫命不肯 我们到底 有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呢 我再读 那么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就苦练我 就是让我学会谦虚 让我学会谦卑啊 夫妻之间 为什么纷争争吵呢 因为不谦卑 不谦虚啊 两个人哪怕一个人谦卑的话 也不会吵起来 两个人都自高自大 都自以为 都自作聪明的时候 就会争吵吵起来呀 对方再傲慢 再骄傲 只要我谦卑谦虚 就如同死人一样 两个人是吵不起来 也打不起来的 一个人争吵纷争 分明是因为 这两个人一样 这两个人是一类的状态 才会纷争争吵啊 所以 首先面对自己的妻子 首先面对自己的丈夫 夫妻之间 首先要谦卑谦虚啊 这才是遵守上帝的命令 我们要谦卑谦虚啊 在此的各位 无论对方说什么 无论对方怎么说话 就比如说我的丈夫 我的妻子 面对我的丈夫 面对我的妻子 我要谦卑谦虚啊 这时候在外边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 也能战胜一切 这时候是因为 遵守上帝的话语 战胜了一切 这就是属于我的财富了 我们大声地呼喊安门 那靠自己能谦卑吗 做不到的 我们内心经常就是按照 自己的想法来想 哎哟 我凭什么跟他谦卑呀 他都不如我呀 我也是被骗了 才嫁给个这么个人 人家学历都不如我 我凭什么跟他 低声下气呀 这就是我们完全属乎肉体的想法 我们要谦卑谦虚啊 上帝的话语才是真理 上帝的话语就要遵守的 上帝的话语是命令 我们要遵守 遵守主的话语的时候 才是我的财富 我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分明是因为没有遵守命令 没有谦卑 没有谦虚啊 我们总是自己逞强 总是自己要捧着自己 要自高自大 我内心有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呢 我内心有没有得到主的命令呢 我内心都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 这说明我一点财富 一点财产都没有啊 所以通过眼前的问题 通过眼前的事件呢 我们就遵守上帝的话语 顺从主的命令 使我们领受这一切的财富 正是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得到命令 得到主的话语 这就是最大的财富 是祝福啊 第三节 他苦恋你 任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 所不认识的麻拿 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阿们 那是靠耶和华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阿们 面对眼前的问题 我要遵守上帝的话语 顺从主的话语 有些人呢 不遵守上帝的话语 甚至不认可上帝的话语 那就是自己在 大家知道任何一句话语 都不能否认 任何一句话语 都不能藐视 藐视上帝的话语 就是灭绝了 就是败坏自己 不仅败坏自己 也败坏子孙三四代 那么不信主的话语 不信上帝的话语 这已经是犯罪了 这就是最大的罪过 已经是活在灾难和咒诅里 为什么败坏牧师 总是强调 夫妻之间争吵的问题呢 夫妻之间争吵 就意味着这个人 根本就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 已经活在灾难和咒诅里 所以我们家庭里 其实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做父母的我的问题 是最严重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遵守主的命令 无论是什么问题 这问题是出在我身上 并不要责 别再责怪儿女 也别再责怪丈夫妻子了 镜子里照出的 就是我的模样 就是我的状态呀 我平衡牧师 也在经历着主的话语 相信大家每一天也在经历 有时候很多人说 哎呀 我怎么一跟我丈夫见面 我就有火 就可烦了 在教会里祷告的时候 就想着下定决心了 哎呀 我要受洗礼 我要回到家里 要谦虚谦卑 我要受洗礼 但是一旦回到家里 就很恼火 很烦 就是 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不要被对方的状态受影响啊 我内心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爱了 我内心有耶稣基督居住了 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是不应该受影响的 格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 上帝是最爱我的 一切都是为了我 无论是多坏的人 也是为了我而存在的 那么 这世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我 如果我们承认上帝的作为的话 我们就要顺从 遵守上帝的话语 首先我要顺从 就是要谦卑谦虚啊 无论是哪句话语 无论是上帝的哪句话语 都要顺从与遵守啊 这一天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 我们经常爱跟什么样的人 纷争争吵啊 大学生不会跟小学生争吵 为什么呢 因为大学生呢 就是骨子里带着 骄傲和傲慢 很伪善的 不是因为大学生谦虚 大学生 就是说举个例子啊 大学生和小学生 有时候一个人 并不是因为谦虚不争吵 因为这个人 打心眼里就瞧不起 藐视觉得跟这个人 没办法搭理他 这就是我们 就是上帝是洞察我们的内心的 我们谦虚谦卑 是发自内心的谦虚谦卑啊 不是以外貌取人 不是以学历和资历 判断一个人啊 我们经常评论一个人 瞧不起一个人 我们很傲慢 自高自大 骄傲啊 所以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细节中 我们有没有遵守上知的话语呢 上知的教导 上知的话语是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 而且不要评论别人 也不要论断别人 我们要谦虚谦卑 主耶稣基督是谦卑谦虚的 我们也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谦虚谦卑啊 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了 我觉得烦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舒服的时候 分明是因为我傲慢 骄傲了 只要我谦虚谦卑的话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哪怕被别人泼了脏水 我都觉得没事 就不会觉得这是烦的事 或者是 这是讨厌的事 一切都是感恩感谢的 再次的各位 上知的话语 我们要顺从遵守啊 上知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 是我灵力的粮食啊 只要顺从遵守上知的话语 谦卑谦虚的时候 谦卑谦虚的时候 是有奇迹发生的 我们谦卑谦虚 顺从顺服主的话语的时候 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承认 这个人比我强 我是最谦卑的 我是最卑微的 上帝是活着的呀 我们的天赋 上帝是活着的 只要我们遵守上知的话语 上帝负责我的人生的 那么有些人就说了 是的是的 我能谦虚 跟这个人 我真的能谦虚 但是这类人 我可看不惯 我可做不到 比他更差呀 这是错的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要顺服主的话语呀 大家知道 一个家庭里 女的都是问 其实女的原因很大的 亚当犯罪的时候 是因为夏娃先犯罪了 那么在一个家庭里 善变的人也是女的 女的生完孩子 就会有变化 就是一个家庭不幸的时候 其实女的大部分的责任也很大的 牧师是男的 所以是不是得偏向男性呢 不是的 刚开始女的结婚的时候呢 很尊重 很尊重自己的丈夫 但是女的生完孩子了 就开始傲慢 骄傲了 看不上自己的丈夫 甚至相互比较 哎呀 早知道 我跟第一个相亲的 结了婚就好了 据说最近她挺能赚钱的 就 就女的很容易善变呀 就女的聚在一起 聊的都是什么钱财呀 什么丈夫的工作呀 资历呀 就相互做比较 刚开始很尊敬自己的丈夫 但是为什么生活一段时间 就瞧不上自己的丈夫 很瞧不起呢 下瓦 自己吃了善恶果之后 不知道悔改 还要勾引 还要诱惑自己的丈夫 一起犯罪 那丈夫多么的笨 多么的傻呀 我们男的就是这样的傻 只要有诱惑 就会陷入到罪恶里 怎样才能战胜一些的诱惑呢 靠主耶稣基督的保险的功劳 靠上帝的话语 靠上帝的智慧与知识 挡住一些的诱惑 能战胜一些的诱惑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要得到上帝的保护 我的丈夫逼迫我吗 只要我在主耶稣基督里 上帝是保护我的 我内心是有主耶稣基督的爱 能处处有余地 战胜一些的逼迫的 所以面对逼迫和一些苦难 或者是贫穷 都不是痛苦的 反而是荣耀 是能绰绰有余地战胜一切的 是靠主耶稣基督的 爱与保险的功劳啊 我身边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我都要承认 他比我强 我不如他 哎呦牧师啊 我躲来躲去 怎么这个人我总是躲不了呢 这个人祷告的时候 整天像是兔一样 啊啊啊啊啊啊 这个样子 比那个人 我也要更加谦卑呀 就是说 我们跟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我不如您呢 我不如您的 我不如您的 您比我强啊 您比我强啊 是发自内心的告白 但是我们经常按自己的想法 按自己的肉体的想法来评论 哎呀 这个人我特别了解 他吧 他小学都没毕业 而且他吧 过去犯了犯了什么样 什么样的这样的错事 这都是在犯罪呢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要遵守上这道话语 我要承认 别人比我强 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们顺从主的话语的时候 才有财富 我们顺从主的话语的时候 这才是我最好的财富 因为上帝帮助我 使我的生命得救赎 据说最近呢 女的就是一个家庭里 就是妻子经常爱离家出走 就丢下孩子离家出走 相信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家庭 为什么很多人爱离家出走呢 就是女的先要闹离婚呀 而且离家出走的时候 就打包几个行李 其实也没什么行李呀 就是结婚的时候 买的那几件衣服而已呀 只要能降低自己 只要能放下来 放下自己的身架子 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是有奇迹发生的呀 在这世上 我们人生真的是很短暂的 这世上的一切 并不代表我们 也不是我们的全部 我们的灵魂要有去处啊 信靠耶稣基督真诚地认罪悔改了 才能得救赎去天国呀 我们跟身边的人 再一次告白吧 我不如您的 我不如您的 我不如您 我不如您 哪怕我是教授 我也要承认我不如您 那有时候呢 我朴牧师就心里嘀咕一下 他可是教授 他真的会觉得他不如我吗 这就是我内心肮脏 才会怀疑对方啊 我现在遇到困难了 遇到事儿了 都是因为我傲慢 骄傲 自高自大了 只要能放低自己的身架子 只要能放低自己 就能解决所有的困难和问题 夫妻之间关系不和睦 也要放低身份 放低自己的身架子 比如说 这个人他可是小偷啊 这个人可是个强盗啊 可坏了 面对强盗 面对小偷 我也能承认 我都不如您 我比你犯的罪恶更多 我更坏 我更肮脏 这样真诚地放低自己 谦卑的时候 上帝给我 神迹奇事 顺从主的话语的时候 是有奇迹发生的 所以遵守上这道话语的时候 才能领受这一切的祝福啊 在这凌晨 真切地祝愿大家 得到这好的祝福啊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为什么遇到一些困难了呢 因为我傲慢 骄傲 我为什么总爱跟这个人闹矛盾呢 因为我总觉得 我比他这个 因为我总觉得 这个人不如我 只要我承认 我不如这个人的时候 不会跟他有矛盾了 哎 我怎么总是看这个人烦呀 因为我总觉得 我比他强 只要我承认 我不如他 就不会有矛盾 就不会有烦的事情了 我们用肉体的 我们用肉体的想法 来考虑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总觉得 这个人是特别差 是特别不好 而在上帝面前 所有的人 所有的灵魂 都是非常宝贵 珍贵的 而且在主耶稣基督里 我们都是一个希望 一个盼望 是一个指望啊 在主耶稣基督里 有欠缺 有残缺的 主给更多的填补啊 给更多的丰盛 为的是让我们 在主耶稣基督里 成为一个肢体啊 在我看来 这个人好差 在我看来 这个人特别不好 其实他就是 最好的宝贝 他就是最好的 就是最有价值的呀 我们要听主的话语 我们要照着主的目光 看待一切 不是按照 自己的肉体的眼光 看待一切呀 我现在遇到 特别特别烦的事情 看似这件事情 是特别糟糕的 但是只要顺从 遵守了主的话语的时候 眼前糟糕的事情 会变得更好 就会有好转 上帝是活着的 上帝爱我们所有的人 那么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 真诚的认识悔改 做四季上悔改的时候 上帝真的是最爱我们的 很多人说 哎呀 我怎么尽捡着垃圾来用啊 大家不要把眼前的事情 当成是垃圾呀 那么垃圾里边 其实能有好的宝贝的 很多人说 哎呦 我可是大学生啊 我可是 什么什么有能耐的人 我凭什么要跟一个垃圾桶 较真呢 大家千万不要把眼前的事情 当成是垃圾桶 垃圾桶里面 或许就藏着一个宝贝 只不过是我没发现而已 就是说无论遇到什么的困难和问题了 答案是来自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的帮助是来自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要承认这一切是上帝的作为 按照上帝的目光来看待所有的事情啊 面对眼前的遭遇 分明有主的旨意 有主的美意的 这就是最大的财富啊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真的错了 我总觉得我好 我好能耐 我总觉得我比别人强 所以就傲慢 从抱怨 发愿 我总觉得我比他强 我比他能耐 结果就纷争争吵了 就一直轻视 藐视了上帝的话语 面对主 我一点财富都没有 主啊 求主怜悯我饶恕我的罪恶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现在开始承认 我确实不如人家 别人都比我强 使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 领受最庞大的祝福 我经常抱怨 哎呀 眼前的事情怎么这么的糟糕 雪上加霜呢 不是雪上加霜 正是上帝 始终按照 始终按照上帝的美意 提醒我 是召唤我 让我归向主 让我遵守 顺从上帝的话语 使我领受最大的财富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 美意的召唤 求主帮助我们 领受这好的祝福 求主帮助我们 顺从遵守 与上帝的话语 为国家和民族 做真实的爱国者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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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